修讀國小的小男童相當交集不安 因為喝個爛醉的媽媽 沒有出現在家裡 苦求玻璃室大人幫忙找 你起來了 什麼 我找你找你 你為四六順帶了 碰巧遇上管理員 也表示沒看到女子 玻璃室大人全副武裝逐層搜索 你要上去嗎 可是他們看過了 兩名員警不敢大意 穿著防彈背心配槍 拿起手電筒 從二樓地毯室搜索 一路爬到了七樓上的天台 終於發現女子 在這裡啊 起來 女子大喇喇睡在天台 遠景不斷問話 她還是迷迷糊糊 只好將她摻扶回家 不用扶她 這名四十歲的張姓女子 帶著姐姐 兒子以及友人 一行四人到KTV喝酒狂歡 一號凌晨兩點 返回台中北屯旅順路的住家 喝個爛醉的女子感到身體不適 她說身體不舒服外出 她許久未回家 經過警方到場 逐存掉一件事器發現 該名女子並未離開社區 最後女子將天台當成了自家臥室 睡得相當安穩 所幸沒有受傷 只是喝得爛醉搞失蹤 還驚動到遠景幫忙協巡 記者公益德張志凱台中報導 明天台當成了自家臥室